吹風機呢 你覺得手拿的很重 拿久了會很痠嗎? 還是覺得風量太小 吹頭髮都要吹好久喔 髮量多的人吹起來 頭髮的時間真的是讓人想翻白眼 這一台吹風機真的非常的輕巧 它的重量只有270g 小孩吹頭髮的時候也不再 哀哀叫請媽媽來幫忙吹頭髮囉 共有四種的溫度模式 所以小朋友自己吹頭髮的時候 也不怕遇到太熱或太燙的問題 它的風速是真的很強 所以在你的頭髮上面可以很快速的帶走它的水分 所以是非常容易吹乾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第一次使用這種輕巧型 但是風量風速是非常強的 你就會感受到它的風速 就像是飛機引擎一樣厲害 就好像又起飛了一樣 所以我真心的推薦大家 我們家之前是使用這一支粉紅色的吹風機 是日系品牌P開頭的 之前也是為了功能才購買它 但是發現跟現在的吹風機比起來 風速是真的比較小 而且真的是有一點重量 我女兒自己在吹頭髮的時候 都要好久才會乾 那小朋友拿久了 其實會覺得說沒有辦法撐那麼久 所以給大家比對一下兩台吹風機的重量 現在來幫大家測試一下它們的風量吧 S-D-ROM負離子吹風機的風量 大大完勝 吹頭髮的時間也大幅減少了 原本五分鐘的時間 直接縮短成兩分鐘 四種溫度模式 樹乾模式 是用90度的暖風快速 吹乾頭髮跟頭皮 頭皮模式 60度的 非常剛剛好 非常舒服的溫度 不傷頭皮 也非常適合給小孩子自己使用來吹頭髮的溫度喔 光澤模式 冷熱風會自動偵測切換 簡單輕鬆就可以讓頭髮擁有光澤感 冷風模式 收緊頭髮的角質 不再讓頭髮毛躁 小小一台就有負離子 遠紅外線 吹頭髮了之後都會有天時光 自然卷也可以吹得很柔順不打結 設計可拆式的清潔顧濾網 可以有效的阻隔毛髮和灰塵 可以維持風量非常的穩定 破浪造型風嘴 讓你更方便整理你的瀏海跟髮根 還有還有 它還有附贈這個專屬的旅行收納袋 讓你旅遊的時候攜帶更方便 現在我跟我女兒使用這一台吹風機之後 真的完完全全不用擔心吹頭髮很久很久 又麻煩的困擾 所以我女兒不會再跟我因為吹頭髮這件事情 鬧來鬧去 自然的頭髮也能夠吹得柔順不打結唷 吹頭髮不必再耗費非常多的時間 全部就交給她吧